《阿甘正传》里有一句很通透的台词,我不觉得心智成熟是越来越宽容,什么都可以接受。 相反,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逐渐剔除的过程,知道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不重要的是什么,然后做一个简单的人。 何谓简单,不乱于心,不愧于情,心无杂念,方得自由。 人到中年,经历了人情世故,看清了真心假意,明白了生活真相,知道了如何选择。 人到中年,违心独醉,阳首是春,落首是秋,在这一阳一落之间,心中有种淡淡的酸楚,是被青春抛弃的无奈, 是被岁月洗尽千华的不舍,不经意间,年轮已悄悄地为我们的脸上涂上了淡淡的岁月印记,增添了流年的风霜。 童年是梦,少年是歌,青年是诗,那么《中年》就是一部小说,看着镜中的容颜,留恋着内心的太多不舍, 默然回首,人已中年,心中饮满了太多的温柔撕裂。 人到中年,一个物字,浓缩了人生的千言万语,明白了高处不胜寒, 无力万狂澜的世事沧桑与无奈,于是在不知不觉中, 学会笑看世事繁华,淡定人生心态, 不求不可取,不求不可得,随遇而安,诸是顺气自然, 学会感恩,无憾我心,做人做事,不再奢望浮华之梦。 《中年》以后,责任更大,压力更多,所以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 别想太多,别管太多,更不要自作多情,才是最轻松的活法。 1. 中年以后,善良有度 网上有一个话题,为什么我们总是会输给人性? 有一个高赞回答一针见血,答案往往就三个字, 我以为,我以为给别人十分好,自然也能还来十分好, 到了一定年龄才发现,有的人不仅要拿走你的十分好, 还会得寸进尺,向你索取更多,却不会还给你半分。 做人要善良,待人要真诚,但有时候,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你的善良。 到了一定年龄才明白,太过善良,到最后只会变成一厢情愿的付出, 喂饱的是白眼狼,量掉的是人心。 对一个人太好,你就输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将心比心, 也不是每个人都懂得感恩,善良丢了尺度,你将失去所有。 余生守好每一份真心,留好每一份热情, 凡事三思而后行,别把好心给错人。 2. 中年以后,及时止损 人这一生中,似乎都有这样的时刻,一条路走错了, 你总以为前面有拐弯处,可最后才发现, 走近的是一条死胡同,一件事做错了。 你以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能过去, 可最后才发现,将错就错的结果是无药可救, 一个人爱错了。 你以为只要一味讨好,总能换来一片真心, 可最后才发现,自己深陷泥潭。 不撞难强补回头,不到终点不死心, 久而久之,掉进无底深渊。 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一件东西,破了就是破了, 我宁愿把它丢掉,也不愿整天看着残破的它伤心。 人到中年,精力和体力都不如从前, 做不到的事,算了,走不通的路, 换了,千万不要执迷不悟,一意孤行, 否则只会白白浪费时间。 该转身的时候,一刻也不要等, 该放手的时候,一点也别犹豫。 有时候想想,人的不幸都是因为不甘, 事事纠缠不休,一生都过不好。 月满则亏,水满则意,花满则摔,爱满则吃, 唯有当断则断,及时止损, 才能走得更远,活得更轻松。 三,中年以后,苦无乐自渡。 曾听过一句很现实的话, 人到中年,要学会自己称赞, 因为不会有人冒着大雨来接你。 的确如此,你有没有发现,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边的人都开始自顾不下, 每个人都过着自己的日子, 难过自己扛,扛不过去, 就自己想办法, 最后出路还是要自己找。 越来越少有人关心你最近心情好坏, 也越来越少有人关注你过得怎样, 所以永远别指望他人去理解你, 万般皆苦, 我们只能做自己的百度人。 谁都有过身不由己的时刻, 但当有一天你挥手往事时就会看到, 最难熬的那段日子, 都是自己咬着牙撑过来的。 人到中年, 依然要养家糊口, 作为家庭的支柱, 身后无依靠, 就要独立起来, 学会自己撑散, 自己解决困难。 走过半生, 学着做一个冷淡的人, 缩小社交圈, 减少依赖, 指望别人不如靠自己。 生活的苦与乐, 只有自己细细品味, 才能品尝出其中的味道。 正如作家于秋雨在《借我一生》里写的那样, 人生得路, 靠自己一步一步去走, 真正能保护你的, 是你自己的人生选择。 四, 年过四十日常自省, 国外有一句俗语, 天上繁星数得轻, 自己脸上的眉烟却看不见。 心想来,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往往就在于此, 于是只喜欢责怪他人的人, 一生都活在怨气里, 处是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的人, 才能看得清不, 活得通透。 人最怕的不是穷, 而是总喜欢插手别人的生活, 自己的日子却过得一团乱麻。 在人背后不说闲话, 不私下议论别人的家事, 是做人最基本的修养, 不插手他人的生活, 不指点别人的私事, 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自律。 永远记得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五, 年过四十, 不高估。 人为什么不快乐? 往往是因为太过在乎, 看得太重, 抓得太紧, 有时候高估了人心的好坏, 也高估了一段关系的长久。 走着走着, 有的人渐渐形同陌路, 走着走着, 有的人终究不再联系。 你高估了你在他心中的位置, 他看清了他在你心中的分量, 期望值越高, 失望的次数越多, 对人期待越多, 得到的越少。 别对伴侣期望过高, 没有谁对你的好事理所当然的, 别对孩子期望过高, 他因你而来, 却并非为你而来。 别对朋友期望过高, 生命中人来人往, 本来就是常态,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不高估感情与关系, 没有过高的期望, 就不会有那么多失望。 六, 年过四十, 能放下。 瓦尔登湖中写道, 一个人越是有许多事情能够放下, 他就越富有, 放下面子才能过好日子, 放下欲望才能找回自我, 放下痛苦才能重获新生, 放下杂念才能活得自在。 常言道,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忧愁和烦恼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坎坷和难关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若总是揪着过往的烦忧补放, 那人生下半场就会像金乳秋天一般, 日渐萧瑟。 想太多, 毁的是自己的心情, 心情太差, 毁的是自己的生活, 生活过不好, 毁的是自己的一生。 中年人的世界, 一念放下, 万般自在。 很喜欢作家三毛的一段话, 我避开无时时过分热络的游异, 这是我少些负担, 我不多说无谓的闲言, 这是我觉得清场, 我尽可能不去缅怀往事, 因为来时的路不可能回头。 我当心地去爱别人, 因为比较不会泛滥, 我不求深刻, 只求简单。 人到中年, 不再年轻, 少一些自作多情, 多一些自知之明。 别再帮助不懂感恩的人, 别再去做徒劳无功的事, 靠自己提升自己, 截掉不必要的纠缠, 徒个心安, 徒个舒坦。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 你也不妨订阅, 分享, 即在下方留言。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